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8号在中南海子官阁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特使达因 达因首先转交了马总理马哈蒂尔至李克强的亲笔信 马哈蒂尔在信中表示 马新一届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保持对华友好关系 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 欢迎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 李克强表示 中马长期友好 你此行表明马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希望中马关系保持稳定 中方院同马方相向而行 保持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的势头 将一带一路倡议同马方发展战略更好对接 推进大项目合作和人文交流 希望马方继续为中国同东盟关系与合作的不断深化 发挥建设性作用 达因表示 马方院继续同中方密切合作 推动马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促进两国以及亚洲国家共同繁荣 推进东盟同中国的互利合作 王毅 何立峰参加会见 心肯定是新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